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形成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的改善和生活习惯 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就是一关饮食的改善 在美国有97%的人都没有在饮食里有足够的纤维 纤维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好处 第一个呢,我以前就有过这个问题就是便秘 如果吃东西里面纤维多的话,大便就非常容易通畅 还有一点呢,如果是纤维少的话呢 这是对肠道那种肠癌啊等等这种癌症的高危的一个风险 现在也有说法说,肠道的纤维多的话 它的菌群就比较协调 肠道菌群和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甚至情绪啊等等全身的各很多地方的功能都有相关性 所以我们每天摄入足够的纤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但怎么样实现呢,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 其实并不难 你可以从小的地方开始 而且可以从一个小一点事情每天就开始做起来 这样就可以把以前不太好的习惯换成一个好的习惯 比如吧,你早上有吃早点的这种习惯了 已经你早上可能起来喝粥 现在就把这个粥换成这种全麦的燕麦片粥 那里面就燕麦片里面有很多的纤维 对我来说呢,以前我经常早上起来喝一杯奶 现在我是用这种叫做杏仁奶来冲奇亚籽 已经有这么四五年了 我这个便秘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非常好用,而且提高了我纤维的受毒量 还有你如果是说早点呢,不想没有时间做的话呢 你可以从主食上面下手 比如主食,我是北方人,经常爱吃包子啊,馒头啊,饼啊 在过去这些年呢,我就慢慢的把这些精米,精面剪下来增加一些杂粮 我现在又过去这一周就开始买到了山药还有红薯 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把一些,比如要吃饼啊,吃面食的时候换成这种杂粮 这些杂粮里面它们的纤维都非常多 还有呢,有的时候你想吃零食,这个零食有时候我以前也喜欢吃那种 就是亮晶晶的那种巧克力糖 那种呢,就是高糖,然后热量高,然后还有很多脂肪 但是是空热量,没有任何维生素啊,纤维啊,这种营养 我现在就开始慢慢习惯在有一点饿的时候吃一个苹果 为什么人说如果每天吃一个苹果离医生远远的呢 因为这个苹果这么一个的话就有一定的量的纤维啊 还有维生素啊等等就有足够的一个基础了 给你一天有这种好的水果的摄入量有一个打掉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现在呢,在每天都带一个苹果 就是下午看完病人开始要准备下一天的事情的时候 会有一点累,想休息一下,就吃一个苹果 你可以呢,用这种胡萝卜啊,这种零食 或者呢,你就在这个时间呢,可以吃一些有纤维性的这种零食 比如说水果官啊等等的 这也可以取代那些高热量的糖啊,饼干啊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把生活习惯改善的一个办法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如何把生活中里的鲜卑的摄入量增加 可以从早餐下手,可以从主食下手,可以从零食下手 总之啊,有很多办法 不管怎么样,你最好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打算在哪个方面入手 或者即便不是我说的也可以 我的入手办法就是开始吃杂粮 我会每周都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生活习惯改善的办法 你如果能坚持一周,你就可以坚持一个月 坚持一个月,这个好习惯就是你的了 好,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在下面留言 下周再见,拜拜